现在你看到的这部大片 是由非洲黑哥们吃巨资不到一千块拍摄而成的 片中的枪战酣畅林立 打斗拳拳到肉 让人看一遍就欲罢不能 这就是黑哥们拍摄的最新动作枪战大片 占领纽约 别看特效还没有五毛 但绝对是诚意满满 片中蜘蛛侠 终结者应有尽有 就连中国功夫 都在他们的电影中大放异彩 今天大叔就和大家聊聊 黑哥们是如何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 把电影拍摄出来的 在乌干达瓦卡里加的一个贫民窟 有这么一群年轻人 他们穷得有时候连饭都吃不起 却凭借着对电影的喜爱 成立了一个名叫拉莫的电影制片厂 老白正是创始人之一 身为导演的他 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直到有一次无意间看到中国功夫片 这让他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从此之后他便利用空闲时间 潜心研究怎么拍电影 不过现实却是残酷的 长大之后没有本钱的他 请不起知名演员 也买不起昂贵的拍摄设备 只能每天扛着 从二手市场逃回来的拍摄机器 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小打小骂 无论是导演编剧还是策划人 都有老白自己独立完成 他一人身兼数职 指挥着拍摄现场的一切 没有剧本 他就现场创作 甚至还买来一台二手电脑 自学了后期剪辑 妥妥的励志呀 只不过由于配置太差 经常剪辑到一半就死机 连硬盘都干报废了十多个 拍摄用到的道具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钱购买 他们就自己制造 眼前这位略显帅气的大叔 就是老白的专用道具师 当然 他也是一位演员 大叔利用自己会电焊的特长 帮助老白他们制造了多件道具 就比如这个火箭筒 还有这把IK47 最牛批的还属这艇冒冷火的加特林 大叔把摩托车的发动机和握把拆下来 经过改装后 就成为了一艇加特林机枪 虽然并不会发射子弹 但加上后期特效的话 那绝对是妥妥的炫酷屌炸天 另外就连拍摄用到的血浆 他们都有所准备 最开始是去宰牛的地方 购买牛血 等拍摄时让演员含在嘴里喷出去 直到有一次 一个演员得了破伤风 他们才不得不用别的东西代替 唯一不用钱的可能就是演员了 只需要管饭就行 演员基本都是当地的电影爱好者 他们当中有老师 有公务员 甚至还有无业游民 出于对电影的热爱 聚集到了一起拍电影 就比如这位黑哥 他原本只是一名呆溜子 因为长相凶狠 被老白邀请来出演反派 如今也算是本色出演吧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名黑哥 抱着对电影最纯粹的热爱 才让穷得叮当响得老白 拍摄出了第一部属于乌干达的电影 如今他的梦想就是 把乌干达文化 中国文化 和西方文化整合到他的电影里 拍摄出一部堪比好莱坞的大片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难 但千万不要小瞧一群心怀梦想的人 在拍摄完成后 他们将拍摄的电影上传到了国外网站上 供全世界的网友免费观看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部毛钱特效 连剧情都不知道是啥的电影 竟然在网上大火 受到了上万名网友点赞 这其中就包括漂亮国著名制片人老黑 当时的老黑正处于事业低谷期 在看到老白他们拍摄的五毛钱特效电影后 不禁眼前一亮 他能感受到这帮人虽然条件艰苦 但却有着对电影的十足热爱 于是他果断卖掉在漂亮国的所有资产 只身来到乌干达 加入了老白的电影制片厂 成为了乌干达的第一位白人演员 有了老黑这个专业制片人加入后 老白的电影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不仅剧情更加完善 连演员的演技也有所提升 如今他们共同拍摄电影 几乎每一部都在当地大卖 为了提高销量 演员们甚至会在新电影上映后 自发地穿上电影里的衣服 扛着大喇叭在街头售卖 想象一下 平时在电视里羡慕的偶像 如今就在自己身边 你可能不买他的新作品吗 正是有了观众和演员们的支持 老白才能坚持至今 成立电影制片厂 如今有了钱 他更是请了一名武术指导 就是眼前这位胡子向上翘的大叔 大叔名叫尤小龙 据说看过一部 由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后 头脑一热 就跑到咱们的少林寺里 洗了两年晚 你好吗 如今学艺归来 再加上老白重金礼聘 就加入了老白的电影制片厂 电影里那些拳拳倒肉的武打动作 就全是他设计的 可能是因为在少林寺里待过的原因 他深知学武要从娃娃抓起 于是找到一帮当地小孩 从小开始培养 看看这有模有样的动作和招式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呢 坚持下去 将来的他们 一定能成为乌甘达炙手可热的功夫巨星 最后 请大家伙不要嘲笑他们 一群敢于为梦想奋斗的人 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 虽然他们拍出来的电影画质粗糙 剧情混乱 但至少尽力也用心了 这种满怀诚意的作品 难道不比国内某些号称大制作的烂片强吗 有些人拍电影 有上亿的特效费 却只愿意投五毛钱到特效里 但有些人拍电影 只有五毛钱的特效费 他却愿意把五毛钱全部投到特效里 这就是对电影最纯粹的热爱和喜欢 才能做到的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关注大叔 每天带你看不一样的时间